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确实阅读产品包装所附的说明书 开始使用果纳分注射笔之前 请你务必和我一样确实地清洗双手 接着确认手边是否已准备好所有注射所需的用品 包括果纳分注射笔、酒精棉片和一个注射针头 注射前半小时 记得把注射笔从冰箱拿出来回温 这么做可以减少注射时不舒服的感觉 开始使用之前 请确认药品的保存期限 首先 拔开注射笔笔盖 仔细检查里面的药剂 药剂看起来应该是清澈无杂质的 如果它看起来不清澈或是有杂质 请不要使用 嗯 我的看起来没有问题 在装上针头之前 请先将尽量显示刻度归零 然后 检查外层针盖的外膜封签是否完整 如果发现有任何破损或松脱 请丢弃它 并换一只新的 检查后 若没问题 将外膜撕开即可 接着 将注射笔的螺纹顶端套入外层针盖 请选紧 让两者紧密结合 但不要太紧 以免使用后难以卸除 下一步 请将外层针盖拔开 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 因为稍后你还会用到它 现在 拔开绿色的内层针盖 第一次使用你的注射笔之前 请务必先确认要件里没有小气泡 确认的方式像这样 仔细看看针头尖端上 是否有一小滴药剂 如果有 那就代表药剂里已没有气泡 你的注射笔已经准备好可以使用了 你可以直接跳到下一步 看看如何设定剂量 如果没有看到一小滴药剂排出 你需要做下面几件简单的事来排出空气 请像我一样 针头朝上 握着注射笔 轻弹药剂储存的地方 就像这样 笔尖继续朝上 轻微压下注射钮 你应该可以在针头的尖端看到一小滴药剂 就像这样 这表示你已经将所有的空气都排出了 好了 我们可以来设定剂量了 只要转动注射钮 直到剂量视窗上 出现你的处方剂量数字 别担心会转过头 转过头的话 可以直接往回转 对到正确的剂量数字 注射前 请再次确认调整的数字 是医生开给你的处方剂量 你的医生或护士 应该已经告诉过你 要注射在身上的哪个部位 每天最好选择不一样的部位注射 这样可以避免重复注射 带来的不适感 以酒精棉片消毒注射部位 现在我们要注射了 好了 注射进去了 就像这样 当针头插入体内时 将红色注射钮压下 维持下压至少五秒钟 就可以将针头拔出 过程中 确保你持续压着注射钮 直到针头完全拔出 好了 完成 现在只要将酒精棉片 按压在注射部位几秒钟 现在已完成注射 请确保你已注射完整的剂量 剂量窗上应该显示为0 像我的这样 有时候刻度上的数字 可能会大于0 这表示注射笔内已没有药剂 本次你没有注射足够的处方剂量 这时你必须使用一支新的注射笔来补足键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像我一样准备一支新的注射笔 设定好刚刚空的那支注射笔上的键量 再注射一次 现在你已完成了注射 接着要将针头退下来 首先把外层针盖放在一个平坦处 接着用一只手拿着注射笔 很小心地将针头套入外层针盖 在均硬的平面上压一下 像这样 直到你听到咔的一声 咔一声到定位后 拿起外层针盖 然后逆时针转下针头 就可以把用过的针头和盖子一起丢弃 试管婴儿疗程 有时让人觉得 像是在搭云霄飞车 可能会造成你心里上很大的压力 但就像你刚刚看到的 使用果纳分注射笔 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实际操作起来 会觉得更简单 谢谢你观看这支影片 请放松心情 保持乐观 希望经由此疗程 能让你达成拥有孩子的梦想